男人只是打了通电话 下一秒四的黑帮小卡拉就听到仓库里传来急促的嘀嘀声 意识到手提箱里的炸弹快爆炸了 他们立马吓得拔腿就跑 可殊不知 这个倒计是装置正是男人用黑科技伪造的 在顺利地拿到核弹手提箱后 事业赶紧带着女儿逃离黑帮营地 却没想到 察觉到被骗的小卡拉很快就开着枪追了上来 眼看不长眼的流弹擦上了宝贝女儿的手臂 事业瞬间大怒 马上举起小手枪和后面的卡拉咪疯狂对手 怎料汽车颠簸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当年的神枪手秒变人体秒变大师 于是事业干脆趁对方换弹夹时 直接一个箭步扑过去把枪手卡拉扔强车 随后调转枪头 开车卡拉箭撞正想掏枪 然而事业根本不给机会 直接一把车起衣领 紧接着便是一顿铁拳输出 可就在这时 在成功地让开车卡拉睡过去后 事业顺利地带着大家来到营地外的临时机场 他本想打个电话催一催前来接应的钟情剧同事 但还没来得及接通 黑帮的追兵已经先一步包围了上来 面对这个自己曾经是做慈父一般的好叔叔 被伤透了心的波罗一脸委屈 哭唧唧地质问他究竟是谁 见他不吭声 波罗直接命手下劫持了事业从营地里救出来的小女孩 表示不说的话就给他来上一枪 事到如今 事业也懒得在装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告诉他 当年你的爸爸就是被我扔下了悬崖 波罗瞬间暴跳如雷 马上恶狠狠地扬言要杀了这里所有的女人和小孩 可在一路之下怒了一下后 他又立马委屈起来 众人闻言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是中情局的支援赶到了现场 地面上的卡拉米瞬间大乱 赶紧对着天空胡乱射击 可他们的武器在全自动线弹枪面前根本不破坏 没过多久便被可得推不成军四次和套 失业健壮火速减了把枪加入战斗 甚至连一向坐在幕后的技术宅小飞也很反过了 可不料就在他们忙于乱战时 狡猾的波罗趁他们不注意开上车脚底抹楼了 而他潜逃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上司那里 意识到对方一定会卷土重来 上司当机决定让师爷和爱马继续合作跟进 但结果不出意外的 他们的要求立马便迎来俩妇女一口同声的反对 比起年轻气盛的爱马 师爷的脾气显然要好很多 然而小黑不愧是他相交多年的老友 立马便从刚才的话里抓住了重点 他随即表示和女儿一起拯救世界 就是帮助彼此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 果然在听完他话的大饼后 师爷当即便心动无比地答应了下来 甚至还亲自和女儿来了一场妇女间的真诚沟通 好说歹说才让爱马终于同意跟自己合作 第二天 钟情局查到在哈萨克斯坦有一辆磁悬浮列车 将会运输一车满满的核废料到他们的长期储存点 而这次装运的材料 正是波罗制造便携式核弹所需的4137 并且车上的辆足以装满一整辆油管车 其威力大到让一个大城市发几十年荧光都不成问题 他们知道这么好的机会波罗一定不会错过 不出意外的话他绝逼会去打劫这辆列车 根据分析 师爷认为他们会在哈萨克山的转弯处强制停车 随后只需要几分钟 就能把核废料吸入油罐车然后跑得无影无踪 原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辆货车 他们想要阻止打劫非常容易 可偏偏麻烦就麻烦在 这辆装满核废料的列车上竟然还有乘客 为了不引起人群恐慌 师爷和爱马只能乔装打扮混上列车 随后默默观察四周是否有风险存在 因为他们知道以波罗面面俱到的性格 一定会在这辆车上安排内饮 很快爱马就锁定了鞋后方正在吃三明治的男人 他的双手指关节有擦伤 很可能是的大手 而且他的三明治里还夹着培根 要知道哈萨克人从来都不吃猪肉 于是爱马二话不说就打算去制服对方 然而谨慎的师爷却并不赞同 他认为应该在观察观察 如果轻举妄动很可能会打草惊蛇 可还没等他观察出什么 列车便已经呼啸着从他预计的停车点急驰而过 而就在他们一脸懵逼之际 突然波罗的直升机堂而恍之地飞了过来 事业健壮立马意识到 列车即将遭遇袭击 可就在他忙着向团队预警时 对面的爱马也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只见刚才那个吃三明治的男人 此时已经不知所踪